Hello 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要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又是我们的一个魔笔游戏之乡村生活 适合于我们四岁到十岁的小朋友 他的这个货号呢就是我们的5418 总的这个玩具组呢是一个小马和他的驯马师 同时呢在套装里面呢还可以组装出来一个非常可爱的经典的一个马舅 然后在这个马舅里面呢你也可以根据他这个小的一个包装 你也可以把它进行一个变形也是非常的一个有意思的一个玩具 在这个视频当中呢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玩具组当中有怎样的一些部件 有哪些构成然后有什么样的东西在里面 然后在接下来的视频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个详细的组装的一个教学 或者是怎么玩 这个套装里面的玩具呢总共是有84个小的玩具组 如果小朋友呢是没有不想自己组装的话呢 也可以借助于爸爸妈妈的帮助把这个套装呢给他组装起来 可以看到这个玩具组上面呢有非常多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小的细节在这里 比如说小猫啊小鸟啊然后还有这个小草啊小胡萝卜啊小萝卜啊等等等等 各种各样的一些马舅马槽各种各样的一些非常细节的一个装饰非常的可爱 嗯总的来说呢组装这个玩具不是特别的难 然后小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自己组装起来 我现在呢是把所有的东西呢都给他进行了一个拆箱 然后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小马 然后我们的这个驯马师呢就像看起来就像这样 然后在旁边呢是有一个这样的带有马蹄形的小的一个小盒子吧 然后这个也设计的非常的精致 嗯上面呢也有着这样的绿色的小花 嗯背景呢是这样的一个卡纸 我们可以把它撕下来然后给它贴上去 然后设计的呢也是一个仿造我们欧美风格的一个田园生活 也是非常的好玩 然后还有一只带着斑田的小狗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应该是一个农村的一个小生活 然后也是非常的惬意 然后这个呢应该是我们的楼上的 就是楼顶的一个看起来的一个样子像一个储藏肩 这里也有两个贴纸 然后可以看到有非常的小的细节的东西呢都在这里 嗯比如说这里是有这样的一个马臭马槽等等等等 嗯其实我也是非常的期待我们下一个组装的视频呢 会组装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玩具组 嗯希望你能够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 在视频的下方呢欢迎大家留言留下你的意见与建议 嗯然后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点一个弹幕主席下方的赞 或者呢可以留下告诉我们你们想要看到怎样的一个魔笔游戏的一个玩具组等等等等 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小朋友呢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的话呢就能实时收看到我们每周最新推出的视频啦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拜拜 拜拜